小朋友你們現在正在貼什麼? 我們現在正在貼DFC的傳單 為什麼要貼在這邊? 因為這裡是圖書館 有許多人會來這裡借書 然後這樣大家都會贏 小朋友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電腦教室的外面 為什麼要貼這裡? 因為這裡很多小朋友有時候來上課 就會這樣子看得到 對 而且大家都很喜歡這裡 小朋友請問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藍球場的一個柱子 其中一個藍球空間 為什麼你們要貼在這裡? 因為很多人會在想一想 這樣想讓大家知道 而且我們的柱子剛好在這邊 所以地理位置很晚 我們有一個小計劃 我們請您支持你們 我們計劃是幫這些籃球場 加裝一個預約的時間 讓三四年級的中年級同學 也可以充分的使用到籃球場 因為有一些高年級的班級人 那麼會去搶中年級的籃球場 希望用這種方法可以讓大家 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你現在說的是上課時間還是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那像有時候可能老師會讓你們 例如說其他的課 如果老師進度好或什麼 我會讓你們下來合動 下來打球 例如說像你們自安身 那如果我是那樣的情況的話 你們下來的 還是 假設這邊有體育課 像我或者是福基老師在上課 那你們就不能來用 因為體育課優先 那下課時間是大家的 但是也不是說先來的人 就可以先使用 那當然你們提到的這個問題 我知道啦 就是說高年級會 會佔用那個 佔用那個 其實我們族下籃球場 算是很多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通病 就是說 大家都要吃 這邊 因為這邊很近嘛 下來 直接 問題是那邊也有籃球 好像也沒有啊 問題是大家 就懶得像籃球場這樣的 上次我已經封好了 在這邊 你多數 附入大那邊就好了 其實 我是覺得啦 會搶都是 這個是一個 大家都想要用這個 場地 我們不是只有這個 場地 那如果真的說 真的很多人要用 到時候再來協調 你們可以找老師找我 我會幫你們調整一下 那下課的時間 下課我不要再排 因為下課你排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排的那個時間 本來他可以使用的 但是他萬一 什麼事情 當務到後 不能使用 你又不能說給他補貨什麼的啊 那就很麻煩 下課時間本來是大家的時間 原則就是說 不是先來站到什麼時候的時間 只有上課時間 有先或是有時間 所以你們說要定那個時間 我考量看看啊 但是可能不太會做啦 因為做了 說實在那個 效率很大 而且還可以牽涉到 你比較多 好那 如果有 使用上的問題 你可以隨時 跟我講 我會來選擇 那像那個 東京集 如果你們 GEO班那邊有 東京集的運運反應 或者是 其他人 你就其他人直接來找我 像有些 我會教他們的 好 好